上星期美国出的数据,看看美国的就业情况去到什么环境 现在很多人唱衰退,衰退是否很迷身呢? 其实你看出的数据,市场反映的资料都挺好的,比预期的 但是这次第一部分想具体一点,拿一些数字给大家看一看 等你有个概念,第3页 第3页出了飞龙的职位增长 增长的时候,看头条新闻的数字,就是按月的数字 按月的数字就是蓝色的,这里是K的,就是几千的 几千的时候,如果你看报纸的版本是几万呢? 就除了十多,比如说最新就是263千,就是263千元 你可以看到,如果用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里看到的数据就是,有纪录以来,1939年到现在 1939年到现在,你看到大部分时间的蓝色,蓝色就是对左边的种族 大部分时间的增长,大部分时间的增长都是大乎 可能零终一点,去到高的话就可能三四八个K 就是三十多万份,这个已经是很高的增长 如果你说说一些常态的现象,就是说海啸后到现在 或者海啸后到疫情前,就是2011年到2020年 这十年左右,这十年的时间,它那个职位的增长 老实说,就没有90年度不高的 90年度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情况,就相对高一点的 过去的上一个十年,其实那个趋势就会低一点的 如果你用眼法去看看,比如说蓝色那边,就是说2010 或者11到2020,这十年呢,如果你大概有一个趋势水平 你发现大概是20万,那你20万左右的水平呢 说的是,就是已经是正常了,如果你20万高一点的话 说的是,可能接近三十万都已经定了,但是其实 最新看到的那个数字,说的是 就是说是五十几万,六十万以上的 扔下来,那你扔下来,现在说的都二三十万份 其实这个数字还是很高的,就是那个趋势呢 就是那个趋势呢,就是varying的,你看到 比如说蓝色那边好,它是趋势跌下来的,但是那个 这个趋势的那个数字,下来到的水平呢,还是高的 就是说现在都有二十六万,就是Roundoff都有三十万那边 那你真是去到什么位置才叫做怕呢 你如果看蓝色那条线,你跌到下去,说的是 十几万,十几万都未必是代表衰退的 真的每一次衰退,你看到那条数字是急退下去的时候 它就很快这样就扔穿零了,那你去到很快扔穿零呢 你才会害怕,你未迟,暂时就没见到这些现象 就是这里呢,就特意有一个比较长线一些 和一个是零对零的按年的数字比你比较 因为按月的数字呢,你看到是很缺乏的,错来错去错去错去错落 但是按年的数字呢,就真的相对来说是圆滑一些,稳稳一点 但是你就算无论按月比,按年比也好,你看到最新的水平呢 其实都挺高的,就是说说 现在是接近30万,那个按年的百分比的增长,说到三四百分比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理想的水平,因为如果你看之前 在上个10年,2021到2020,就是说那个趋势的水平可能都是2%左右 不是一个高的增长,现在是说是差不多4%,其实还是挺高的 所以现在,你说现状来说,是不是处于衰退我肯定不是 就算你说由一个这样的高增长的水平,你说要放下去收缩呢 都要一点时间,就是不像,现在会一下直落直线的跌下去,下个月就变得收缩呢 现在不像这个现状 我们继续看这些数据,你会看到是为什么不会这样的 网台节目,开始接受订购啦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圆机过数都行 还可以登入D100网站D100.NET订购 想即时过数,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可以打给我们D100网台专线 电话2297182522971825